第四章 工人运动的发展 第四章 全国宪章协会和第二次请愿输 全国宪章协会的成立 宪章派的领导人 鉴于前一阶段的失败原因之一是组织涣散 所以就着手调整并加强组织 1840年春 全国各地的宪章派组织改组工作大致完成 许多宪章派组织着手选举代表到曼彻斯特 筹备全国性的组织 7月24日 全国32个城市和地区的代表 在曼彻斯特通过决议成立全国宪章协会 他规定加入这个组织者必须填写志愿书 表示赞成宪章运动的原则 领取会员证交纳会费 并参加所在地区的基层组织的活动 可以说全国宪章协会实际上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的雏形 曼彻斯特全国宪章协会建立后 各地也按照计划纷纷成立各地方的宪章协会 至1841年2月底 约有70个城市建立起约100多个宪章协会的分会 与此同时 以前的一些资产阶级激进派 像斯蒂芬斯斯特基等退出了宪章运动 因为他们不能接受全国宪章协会的宗旨 原来宪章协会运动中的右翼领导人 洛维特也拒绝参加全国宪章协会 宪章协会与反古物法的同盟 当宪章派的国民工会1839年在伦敦开会的时候 反古物法同盟也在伦敦召开他的第一次全国会议 反古物法同盟是工业资产阶级针对抬高粮价 削弱工业品在国内外市场竞争能力的 代表土地贵族利益的古物法 力主取消古物进口税的组织 他主张自由贸易的放任政策 以降低工业原料的价格 实际上也企图引诱工人脱离宪章运动 1840年反古物法同盟召开了200多次群众会议 递交了763件请愿书 他们宣传说只要废除古物法就可以改善群众的生活 宪章派的全国宪章协会同反古物法同盟展开了斗争 全国宪章协会的领导人认为 废除古物法并不错 当我们获得了宪章之后 我们一定要废除古物法及其他一切不合理的法律 但是如果你们放弃要求宪章的活动 而去帮助那些自由贸易者 他们可不会帮助你们去争取宪章 他们号召工人们不要再受反古物法同盟这些中产阶级的欺骗 反古物法同盟的活动与宪章派运动同时分别进行 在这个过程中 宪章运动中的右翼人士 曾脱离宪章运动而转到反古物法同盟方面去 直到1846年国物法被取消为止 第二次请愿述是1842年 1840到1841年 在宪章派的全国范围的抗议和营救之下 被逮捕的宪章派领袖相继获释 宪章运动又开始活跃起来 1842年下 宪章协会的会员已达到48000人左右 1842年春宪章派提出了第二次请愿书 这次请愿书与第一次的请愿书不同 他不仅提出了政治要求 而且也提出了社会经济要求 也就是刀子和叉子 及饭碗问题 其中提出了人民宪章中原有的六条要求 并列举了英国现存选举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 指出现在的英国议会 仅仅代表某些党派 只对少数人有利 而对大多数人的贫穷痛苦和意愿 则漠不关心 此外还揭露了英国国内贫富悬殊的情况 女王陛下每天收入和个人用款 164磅17协令10便是 而成千上万的工人家庭 每天每人的收入则不到4便是 同时请愿书中还指出工人阶级待遇低下 劳动时间超出人们所能忍受的限度 即工厂里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 他要求选举权的纸币的机器的土地的出版物的交通工具的宗教信仰的垄断权应取消 而垄断权的取消还不能使工人摆脱贫困 要使工人摆脱穷困 还必须使人民拥有一种能制止所有垄断和压迫的权利 也就是政权 在第二次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有330万人 他在1842年5月被送交议会 由于请愿书有6英里之长 必须切去一段之后才能送进议会大厅 所以送到议会的只是文件的一部分 在议会讨论这个请愿书时 大多数议员反对 结果以49票赞成 280几票反对而被否决 议员马考来在发言中表示 反对请愿书中有关普选权的要求是说 普选权是对私有财产的一种威胁 这种说法和1647年在普特尼辩论会上 克隆威尔反对平等派关于普选权的理由 如出一辙 罗素勋爵也反对普选权 他的理由是我们的社会很复杂 财产的分配很不平均 如果议会由普选产生 就可能破坏或动摇那些 维护社会完整方面最有效的制度 于是导致了1842年大罢工 议会对第二次请愿书的否决 引起了工人激烈的抗议 罢工浪潮席卷全国各地 从7月底到8月初 宪章运动达到了最高潮 运动的中心是曼彻斯特 8月12日曼彻斯特工会 在至兰开夏劳动者的呼吁书中 号召进行斗争 并且不能仅仅为了工资 而是要争取通过现账 在许多工厂 工人实际上成了主人 英国政府惊慌失措 8月12日任命惠林顿公爵 指挥武装部队 准备对工人进行镇压 8月15日内务大臣詹姆斯·格雷汉姆 在至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中 表示严重不安 稍后他在下月发言时说 1842年是痛苦的和可悲的一年 是危险最大的一年 工人运动的规模和激烈程度 是宪章派领导人始料未及的 宪章派领导人在临时召集起来的 曼彻斯特会议中 虽然发表宣言 宣称赞成扩大和继续目前的斗争 直到人民宪章变成法案为止 但并未采取任何实际有效的措施 包括奥康诺在内的宪章派领导人 害怕罢工可能发展成为起义 8月27日 奥康诺在北极新报上发表文章 反对北部工人进一步扩大罢工 罢工的工人由于缺乏有力的领导 终于在1842年9月遭到政府的镇压 以比尔为首的保守党政府 在英格兰逮捕了大约1500人 其中约100人被流放到澳大利亚 不劳逸 奥康诺的土地计划 1842年宪章派失败之后 连数年间宪章运动处于低潮 这一方面是由于宪章派内部缺乏严密的组织 和坚强的领导核心 另一方面和当时的整个客观环境有关 从英国工人运动和一般政治历史来看 40年代是一个过渡时期 在这个时期工人运动已开始向新的斗争形势 和新的要求发展 但是宪章派的主要领导人 却仍未摆脱原来的激进主义路线 英国整个的社会经济形势 已进入了所谓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稳定时期 1846年自由贸易派取得了胜利 谷物法被取消了 1847年在经过长期的激烈争论之后 通过了10小时工作日的法案 30年前欧文主义者所争取的一些东西 现在已经部分地实现了 工业革命发展时期激烈的阶级斗争 是将被相对稳定和繁荣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 缓和的活动方式所代替 在上述的环境下 当1842年第二次请愿书被否决 连同总罢工也遭到失败之后 宪章派呈现出分崩离析的状况 这时只有少数左派人士 在哈尼和琼斯的领导下 继续主张用激烈的手段进行斗争 1845年9月 他们与乔居伦敦的外国革命者 一起建立了一个国际性的民主派兄弟协会 宣布要在全国范围内 动员一切力量来实现宪章派的原则 但是大多数宪章派人士则认为 不可能在短时期内 强使议会接受宪章派的要求 只有暂时退却 进行长时期的宣传和准备 洛维特等人因而转到教育工作方面去了 另有一些宪章派人士参加了自由贸易运动 而奥康诺则试图另寻出路 早在1843年 奥康诺提出了一个土地计划 企图用恢复小农制度的办法 来解救失业的或在业的贫穷的工人的困苦 1845年4月 宪章派集会于伦敦 会上通过了奥康诺的计划 决定成立一个土地合作协会 后改成全国土地公司 该组织的宗旨是购买土地 使贫穷的工人在这块土地上定居 因为工人有土地可重 是摆脱资本家剥削的最好的办法 但是该组织也提醒工人 必须迅速争取议会通过宪章 因为土地协会只能解决局部现实的问题 而实现宪章 却能使这个土地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根据奥康诺的计划 1846年在里奇曼沃斯附近的仓路门 建立了奥康诺村 又购置了一些土地 使宪章派在这块土地上定居下来 刚开始时 这个计划受到许多工人 特别是那些刚刚从小生产者 转变过来的工人的拥户 1846年9月 就有6000人购买了约1万份股票 1847年11月 又有42000人购买了股票 土地公司筹措到8万英镑资金 但是由于管理不善 终于在1848年就破产了 奥康诺的土地计划 显然是受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影响 而且反映了工业革命后 大批丧失生产资料的小生产者的愿望 但是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性质上的不同 奥康诺村的居民 每人有自己的一份土地 除了交易部分租金给土地公司外 其余都归自己所有 而欧文在王后林所建立的共产村 理论上是每个成员共同劳动 共同分配 今天我们读的是第二次情愿书 明天我们要读的是第五点 1848年宪章运动 以及宪章运动的最后阶段 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 再见